今天的话能做什么 主要我们可以利用TEST这个函数 刚刚插入函数 这边有个函数说明 其实这边有蛮多说明 而且其实如果你这个说明看不太懂 因为它翻译其实翻译的并不太好 所以你可以略看 或者你要把自己的思考模式切换成英文的 用英文模式再看中文 你就比较看得懂 或者你也不要特别仔细看 一般我的习惯就直接看范例算 比如说你要这个描述 你要变成这个的话 那你的format test就要长这样子 这样子就会变出这样子 OK 然后如果你今天一个日期的话 要变成这样子 那你就要用这样子 懂意思吗 反正这个跟这个是两边 这样比较看得懂吧 OK 你再去try一下 应该就可以做出你要的结果 所以太多的这些东西 还有什么 如果你要做星期一的话 你会发现要四个低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稍微 里面蛮多的 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每一个h可以把它try一下 另外它还有一些范例 你也可以自己玩玩看 反正太多延伸性的 如果觉得还不够的话 你可以去找我刚刚讲 那个468招那本书 它里面test的范例 好像超过10个吧 10个以上的test范例 都在讲test 所以test我是觉得非常的重要 工作上如果不会用test 很多东西可能会做不出来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今天要分析什么呢 分析我这边会员里面 它的年龄层 比如说我们以我们这边 叫几年级升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一个栏位 如果你要做书牛分析表 那你要产生那个栏位几年级 可是几年级的话 一般是取什么前两个字 也许我们可以怎么 假设有一个范例 这边的话 多一个栏位 叫几年级 不过这个 这个只是一个 或者是几年次 几年次 或者年次也可以 OK 然后呢 我把这边习惯上是 把他的格式复制过来 OK 让他长一样 那可是问题 我几年次应该是跟生日有关 生日的前两个字 对不对 所以如果前两个字 如果插入函数 那我们可以用像Labs L-E-F-T 那Labs的话 按确定前两个字 一样有TES 这个东西给他 Lumper 这个Lumper Chars是几个字 字元的意思 几个字呢 两个字 那你按个确定好了 向下填满 怎么变老了 他不是70怎么变29呢 他66怎么变28呢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 特别注意 他这个里面的资料 实际上在里面是这样子 他只是表面上 让你看到 以为他是长这样子 但实际上里面放 两万九千八百四十六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根据 以前有官方说法 就是他距离 1900年的1月1号 1月1号 相差几天的意思 特别说 日期 特别 这是真的 不是我乱讲的 真的他这个意思 OK 也就是1900年1月1号 是第一天的 所以这个如果 他表面上是这个格式 但实际上他1900年是1 到这一天为止 他是两万多了 OK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如果刚好要前面两个字 70 怎么做 其实各位可以想到用TES 就OK了 也就是你要先把表面上看到的 变成真正的 再去切割他 就会成功了 OK那怎么转 有固定SOP就是一 一样 请你把这里面的按右键 出称的格式 再切到制定一下 把制定里面这个东西 有没有 不管里面是什么 反正你就把它复制起来 贴到哪里呢 贴到TES 里面的 Format TES 前后加双以后 然后再跟他讲这个资料 他就帮你转了 我们试一下 OK 应该可以懂个逻辑吧 所以很多地方 表面上看到跟你切不一样的话 你不要觉得很惊讶 这蛮常见的 因为E-SOP里面很多的格式 表面上跟实际上不一样 所以一切到TES 有没有 然后Value就是选他 你就把它双引号先加 因为他一定是TES 然后把刚刚复制东西贴过来就好了 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真的帮你把这个转换成一串文字 就是七零 有没有 OK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就过来了 但是我只要前两个字 怎么办呢 在第二阶段 把它再剪下来 有没有 不包含等号 再利用什么呢 最近使用过LALT 把这个值贴到这边来 有没有这一串 两个字 按确定 向下填满 有没有发现 结果对不对 结果就对了 OK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不会TES 说真的 很多地方 你应该无法产生 因为你要做报表 我表老板说 你帮我统计一下 这边里面 六年级生的 有几个 六年级生 六年级生就60到69 第二阶段的话 你可以怎么 再利用什么 利用资料里面的筛选 不过筛选 它有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的栏会不在第一栏 第一列的话 那会出错 所以上面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再利用什么 筛选 筛选什么呢 不过特别注意 第二个问题发生了 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现在因为是TES 所以回来是文字 那我要几年次的话 我需要什么 先把它转 转什么呢 因为现在是文字 文字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你现在里面一定有前后双 假设60年次 这个不等于60 这两个不相等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再把这个60 转成这个 再去做筛选 它才会是正确 不然你看 现在如果说我要找的话 能不能找到文字筛选 它应该什么 应该是 这个应该很难 如果它应该是大于等于好了 比如说大于60 而且小于70 可是问题我给它的条件是数字 但是它里面是文字 如果按确定会怎么样 OK 没有 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给它的是数字 那它里面是文字 所以 怎么办呢 我把它取消 再来 你就要想 如何把文字 转换为数字 其实刚刚我有特别跟各位讲 插入函数 文字类 这边都有答案 每一个每一个 那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你把每一个都看一下 就会有答案 不过刚好它在最后一个 所以 最后一个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所以如果刚刚那个问题 你要解决的话 很简单 请你在外面包一个价值 就可以了 这个价值 主要是什么 可以帮你把原来是文字的双引号 变成没有双引号 OK 应该懂我意思吧 不然你没法筛选 最好 你到刚刚已经算蛮厉害的了 但你要筛选又卡住了 所以怎么办呢 就要见招拆招 你要把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很简单 最后请你在外面 再包一个 我习惯是外面直接等号直接打 你就打一个 VValue 然后前刮符 跟后刮符 就跟INT很像 我主要是 只是我要把它包起来就可以 打个勾 看一下 它会有一个变化 很明显的变化 什么变化 有没有 靠右对齐 以色谣里面文字靠左 数字靠右 OK 预设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看它靠右了 表示它已经变成数字 你可以从这边观察 向下填满 全部靠右了 这个时候我如果再筛选的话 OK 看一下 有没有马上看到不一样 有没有 这个地方 数字筛选 有没有看到 刚刚是文字 有没有特别观察到 有没有 特别有很多细节 OK 因为它里面已经变数字了 所以它才会变数字筛选 这个也是细节 所以很多地方 如果你都注意到的话 我想应该没有做不出来的报表 OK 所以你这些东西 反正就是这么 就是这个功能 你反正就是把这些功能活用 你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如果不会的话 那你只能够再想一些很奇怪的招数了 虽然也可以做出来 但是应该也不是好方法 OK 我发现很多同学什么怪怪怪招都有 但是我都觉得不OK 比较正统的应该这样 点一下 把它怎么样 制定一下 因为它是要 大于等于60 对不对 60年次要等于 而且要小于70 不能等于 所以60到69年次按确定 会不会OK呢 结果出来了 有没有 这边就是我们要的 有没有 六年级升 当然你可以 如果六年级升 你可以再把它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整个选起来Ctrl C 你就可以再多一个工作标给它 你就把它贴过来 这样的话 这个可以叫六年级升 有没有 这样子 你就可以针对这个什么 六年级升 OK 这样的话 你可以 枢纽分析表就多一个栏位 你不用枢纽分析表 这些都是六年级升 你就再去针对这个去做统计就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这边筛选取消 稍微有点复杂 你不会这个的话 我看应该很很难 第一个的话 一把这个的格式 先按右键中文格式 把它置立一下 直接复制 所以以后你要把它转换 就直接复制它的格式 二的话 直接插入Test 最近使用过都用Test 然后告诉它这里 Format Test双引号 把刚刚复制的东西贴过来 真的转换 再来的话 就直接再解一下它 把它用Labs 去给它这个 然后两个字 几年级升出来 不过它是文字 OK 然后最后的话 也许你不用打了 不然就剪下来 再插入一个Value V开头 刚刚是用打的 所以在文字的最下一个 文字的最下Value 然后把它贴上去 这样就把这个变这个 应该可以看懂 然后向下填满 然后记得删除上面两列 因为那个 对筛选会有影响 那你就筛选 再变数字筛选 用自定筛选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筛选出 六年级升的会员资料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如果实在还不OK 没关系 我把它录下来 你细节慢慢再听过 反正大体上 我们主要就是你工作上 常常会遇到看到的资料 跟实际上内部的资料 不一样的时候 那你就无法取得你需要 那个部分的资料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请你务必要记得一个叫 Test函数 这个Test函数 主要就是真的帮你 把它转成那个的文字 看到是什么 那就真的可以变成是什么了 大概是这样子 至于说他还有其他的用法 那说 那个里面说明档很多 自己再把它玩玩看 不过我觉得光刚刚讲这一招 就足够让很多人工作上的问题 可以解决了 因为我发现好多人问 问我的问题 都是类似这种问题 他说老师 为什么我看到的东西 跟我实际上遇到的 我要的东西怎么都不一样 我用半天 奇怪怎么 我好像 Essal这坏掉 还怎么样 我说没有坏掉 是你应该用Test函数 OK 第二个是说 文字转换为数字的这个问题 这个也蛮常遇到 因为蛮多同学也是 比如说他用那个vran数 要查询的 一查 奇怪 老师为什么查不到我要的资料 我跟他讲说 你的是文字 那你要查的是数字 那两边不一样怎么查得到 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呢 把你的那个资料转换为数字 再来查就好了 他说对耶 可以了 原来就是把文字跟数字 完全没有搞清楚 那当然你可以怎么去观察呢 要不就筛选里面有那个文字筛选数字 要不就是靠左靠右 所以以后你们注意一下 如果你得到的结果 假如说他虽然是数字 但是他靠左对齐的话 他是文字 特别注意 他不会没事靠左 OK 但如果他靠右了 那他是数字 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些都是细节 所以为什么 有人工作可以很快 可以把它解决掉 因为这些细节 他都很能够清楚的判断 说你的资料里面 到底应该用哪个方法 可以解决你要的问题 一沉一沉 如果你每次都卡在某个地方上面 当然你永远都过不了 过不了你就变成很麻烦的 像刚刚那个问题 几年级生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总不可能用排序吧 应该有人用排序 排序之后再把它 也OK 但是问题 感觉没有很OK 就是有更好的方法 我建议你就是尽量把它练习 熟练一下 那刚刚这个东西 除了我刚刚讲的部分 在云端上我也有拍照 也有放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其实云端ado上面也有 云端白板板上面也有 namHo